一路刷存在感,哈德逊也算是获得如鱼得水。在场的贵族都不是一般人,个个说话都很好听。狗眼看人低,挑衅,鄙视拉仇恨的狗血剧情,那是影子都没有。作为最年轻的存在,哈德逊在人群中还是很受欢迎的。如果不是场合不对,估摸着都要向他推销闺女了。 唯一遗憾的是参加宴会的都是一群大男人,预想中的贵妇、贵族小姐,通通都没有出现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出门在外谁带家眷啊?外来户没带家眷,附近的贵族自然也不会带女伴。大家过来是交流感情,抱团取暖的,在生存压力面前,所有风花雪月,谈情说爱都得往后靠。 吃着黑暗料理,哈德逊对切尔斯的发明越发鄙视。魔法餐桌装逼可以,但是味道真心是一言难尽。不过这也正常,就如同前世的无人炒菜机。 所有用料、配菜都按照最科学的配笔投放,最后搞出来的食物也仅仅只是能够勉强下咽,根本就没有灵魂。 见切尔斯独自一人喝闷酒,灵机一动的哈德逊端起酒杯走了过去,笑呵呵地说道,切尔斯叔叔,这是准备改行当银游诗人。 本就不爽的切尔斯,听到这话脸色越发阴沉了起来,看哈德逊的眼神都不在和善。 银游诗人看似风光无限,实际上却不是什么好职业,在贵族眼中那就是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。 平常听听故事还行,哪家子弟跑去做了银游诗人,都被人嘲笑几十年。 玩笑开过了头,哈德逊丝毫不见慌,继续淡定地说道,切尔斯叔叔,有一个发财的机会,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。 见不是在开玩笑,切尔斯原本生起的怒火,瞬间熄灭了下来。 前些日子搞魔法实验,一不小心玩过了头,导致领地财政濒临破产。 要是不尽快想办法解决,上千领民都地跟着他一起饿肚子。 为了筹钱,他的胡子都快要几百了。 偏偏乌漏又逢连夜雨,皮尔斯伯爵的一封征兆令,搞得切尔斯想借钱都没地儿。 战争可是很费钱的,这种衣物性的征兆,都是自带干粮去参战,所有开销军有贵族领主自己承担。 看动员力度就知道,接下来大家都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 就算是还有余力,也要留下以备不时之需。 想借钱,都没法开口,切尔斯的压力可想而知。 真要是领地破产,他这领主也就当到了头。 贵族不光享有权利,同样也得承担义务。 奴化教育再怎么成功,那也得让领民填饱肚子,最少也得保障最低生存线。 要不然肚子饿极了,人家也是会造反的。 切尔斯也是有妻儿老小的,家业那是万万不敢丢。 迫不得已之下,才有今天这场宴会。 从目前来看,这波已经是血亏。 啥都没推销出去,反倒是赔上了举办宴会的钱。 蚊子再小也是肉,对濒临破产的切尔斯来说,举办宴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 听到有发财的机会,切尔斯顾不得犹豫,当即开口询问道,哈德逊,我最可爱的侄子,你所说的发财机会是。 喝了一小口酒,哈德逊不慌不忙地回答道,自然是战争才了。 这次叛乱的规模可不小,不少贵族,负伤的积累都落入了叛军手中。 现在这帮家伙,可是富得流油。 只要剿灭了他们,想必我们的收获都不会少。 要是运气好,逮住几条大鱼,那更是血赚。 得到了答案,切尔斯的兴致一下子掉了下去,没好气地说道,哈德逊,你还是太年轻。 战争才,谁都知道。 可是你看有几个通过战争发财的。 就算是战利品再多,那也是上面那帮大人物的。 我们只能跟着减点而残羹冷制,连出兵的费用都补不回来,又何谈发财。 这是事实,自古以来都没几个通过战争发家的。 并非战争之中没有财富,主要是财富都被权贵们给瓜分了。 小贵族能够跟着喝汤,那就是上面的大佬有良心,碰到吃毒食的主,他们连洗澡水都喝不上。 切尔斯叔叔,悟急。 这个世界终归还是要用实力说话,我们单独一家到了战场上自然没有话语权,可要是大家联合了起来,那就不一样了。 今天在场的贵族足有三十余家,将大家的兵马集中起来,那可是好几千人。 如果切尔斯叔叔能够牵头,让大家联合起来,到了战场上怎么也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。 如果运气好,没准能够争取单独负责一片区域。 到时候战利品怎么分,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吗? 哈德逊卖力蛊惑道。 原本他是没准备搞事情的,可机会送上门来,要是不知道利用那就是傻子。 别看切尔斯骑士爵位不高,又是穷鬼,但架不住他的实力强,在贵族中的影响力并不低。 若是肯牵头组建联盟,在场的贵族没几个能拒绝的。 毕竟,谁也不愿意到战场上当炮灰。 有联盟在,最起码可以派代表参加军事会议,不至于两眼一抹黑。 至于联盟的存在,会不会引起上面大人物的不快,那和哈德逊有什么关系? 天塌下来,那也是高个子先顶着。 他又不会当老大,作为一个小人物,谁吃饱了没事干关注他。 大家真的愿意加入。 切尔斯不确定地问。 让他打架还行,搞研究也能够凑合,但是玩政治, 那就真的是在为难人了。 混了这么多年,不仅没有将家业发扬光大,反而搞得濒临破产,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。 有好处的事情,大家为什么要拒绝? 哈德逊微笑着将问题抛了回去。 刚才的交流可不是白费的,对一众贵族们的小心思,他也磨得七七八八。 若非有把握,哈德逊也不会跑过来撩拨切尔斯骑士。 毕竟,得罪一个大骑士也是很麻烦的。 犹豫了片刻功夫后,切尔斯突然舒了一口气,仿佛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。 好,这件事我干了。